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開箱Triegos 也就是ETS所出的授權一拳超人的雕像 外箱上清楚地記載著內容物的尺寸以及重量 開外箱會發現它沿用了動漫片頭的巧思 8個角有用這種薄薄的塑膠殼來保護 盒繪轉音圈給大家欣賞 一打開就會發現組裝說明放在最上面 保麗龍上印有logo以及正面的標示 內容物有一箱三層 組裝說明清楚地告知所有的位置 如果本來就是有動的話那不是缺件 當然這些零件並沒有編號 所以你在組裝的時候 再找零件還是保持一定的難度 這一款我非常的喜歡 它有最強的師傅跟最帥的徒弟 而且也用了大量經典的配色對比 假如你今天看這兩個角色 你可以運用這個場景 把它換成名人跟佐柱 或是岩柱跟伊窩座 甚至戰鬥暴龍獸跟鋼鐵加魯魯 黑暗大法師跟究極青眼白龍 這都是非常完美的一個地台 今天的組裝我遇到一些阻礙 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對大家會有幫助 底座的圖案 好弱的磁力 突然發現有點敷衍的鋼筋 這才是有細節的好鋼筋 戰鬥符本身沒什麼亮點 但品質還OK 就是戰損太規律太整齊 出息太一致我不滿意 不滿意 接下來遇到很嚴重的攻差 就是兩隻腳不夠開 他沒辦法同時放到兩個孔位裡面 白話就是不能戰啊 所以我拿吹風機 又大力又小力的慢慢吹 大概浪費我15分鐘 再親生自己的眼光 是誰 賽事 政策 親戚 這個眉毛 預購兩萬 ob 貼成這樣 我不接受耶 騎封做了一些戰損 在邊緣有... 燒焦的痕跡 披风也有点紧 我差点以为要再吹一次 杰诺斯的身体做雾面的 但我觉得做亮光的效果会更好 刺绣的质感很好 但背心表面的质感跟帽子的纹理不一样 我有点看不顺眼 牛仔裤的涂装我很喜欢 鞋子也很好看 但这也太像FORCE了吧 蓝色特效件在每一个转弯处都加了深蓝色点缀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的手 但是在旁邊的凹洞都是奇愿的拳頭 奇愿手部的分件我很不喜歡 杰茜茜的手臂該分件不分件我也覺得很可惜 畢竟他是機器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在這邊做一點關節 然後之前看別人開箱說杰茜茜不能發光 但其實在這幾個位置是可以的 接下來試燈效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長亮 第二個是呼吸燈 第三個是像現在這樣子的擴散 從內往外 然後他可以選擇亮度 有人說呼吸燈的節奏太久 但是如果你選呼吸燈的亮度是100%的話 那速度就會變快了 然後另一個重點是當你插了電源之後 你的遙控器只能控制延遲部位的燈 如果你想要關掉透明件的燈的話是不行的 就是接著電源的話 你的透明件是很亮的 當你不使用電源的時候 你可以把石塊放回去 避免灰塵 另外有兩個零件在組裝及搬運上要非常的小心 它們非常的淺 非常的沒力 非常的危險 原本還以為它壓在大石塊下面是很安全的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謝謝觀看 下次見 掰掰 謝謝觀看 謝謝觀看